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昨天发布 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 2019年中国以全年发射运载火箭34次的成绩 再次占据了世界航天发射榜首 今年这一数字将会有望突破40次 今年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将分别发射 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 火星探测器和嫦娥5号探测器 其中嫦娥5号探测器将实现中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 长征5号B 长征7号甲 长征8号三型 新一代运载火箭也将会在2020年实现首飞 此外今年上半年北斗卫星导航工程将会发射 两颗GEO卫星完成整个北斗三号系统的组网建设